這個時候不需要 他不是核心的東西 有沒有懂 現在練的這個是屬於核心的 那像剛剛跟公正師兄對練的時候 會覺得說師兄那邊的力量好像比較大 我會賺 來不及賺 跟他的力量大小沒關係 所以那是我自己不夠整 他力量越大你賺的越快 所以等於說是因為我可能不夠整 所以可能我手他過去 你沒做對 你再扳他 要一個門嗎 一個門你那個軸越穩 門是不是就開關就越穩 軸不穩就碰到那個力量小的 軸不穩你開關的時候也不順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做對了應該是力量 然後他力量越大你賺的賺的就越快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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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多手會動 多手會砸進來 慢慢停 不是還有練這個東西不是這樣用的 對 這樣不懂 不是這樣用的 是要練出來這個力量 練出來就是我跟他講的 是嗎 我練的東西是核心的東西 是那個一的東西 你這個核心的東西練出來了 你再往上加別的東西 那是一個應用 或者你在什麼 可是你練核心的東西就是練核心的東西 你練核心的東西 就不要講這個東西怎麼用 他沒用 他沒用 那麼呢 往上加東西才有用 這樣有沒有懂 你們要你們更練 你們跟我練要清楚這一點 我教的很多東西都是屬於那個一的東西 屬於核心的東西 你練核心的東西就不要問他怎麼用 核心的東西沒有沒有用 懂得嗎 你一個汽車引擎它是一個核心的東西 引擎有什麼用 它本身沒有用 你往上加東西它才有用 要懂 練武 傳統練武就是就真正練 門派練東西就是這樣 那一般教是什麼 一般一開始就教用 你要學要學開車是不是 好就學車嘛 是不是 你要學什麼好不好 就學嘛 可是核心東西它沒教你啊 都跟我們國家一樣嘛 搞飛機搞汽車搞那麼久 那個核心的東西 你還是做做做做不出來啊 你要做的流線是不是 我教你做的流流線 加一堆電子社會 哎 加一堆外外加一堆東西嗎 你核心的東西你不會嗎 對 你就不可能有發展性 找到嗎 差別就在這邊 你核心的東西學會了 你有發展性 你要發展成什麼 跟你時代的演進 跟你社會生活裡面需要什麼 這個核心的東西呢 你生活裡面需要的東西 都可以往這個核心的東西上面加 對 這才是學問 對啊 這才是我們需要學 學學的 你學學一堆 你說我這個啪 我是一接手 一又啪 我是這個 好你就練這個 你練練練 你練練練 練練練 本來這個核心的東西 你的人過過來 是因為這個力量過過來嗎 對 你慢慢練 就這個力量沒有了 對 你就成為這個了 對 沒有錯 這樣子 你代表 你交下去就變那個了 不要交下去 你自己練三個月就變了 對 因為你沒有核心的東西 對 你說 這個倒行 我沒有看 我沒看老師做這個 對 我只看到他過來的很快 對 所以你只看到那個 你說 我要怎麼快 對 好強 強一點 這步要快一點 對 於是你去弄 你去弄 弄回來這個 那就錯了 對 有沒有懂 所以核心的東西怎麼丟 丟的 就這樣丟的 就這樣 現在 我說一個曲子 你現在有直訊 對不對 其實直訊都是有道理的 當然有道理 你要去學那個 不是人家唱歌 你知道 他隨便唱 你就照那個方法唱 對啊 沒有 他那個彈具很神奇 當然有道理 對 我到琉球去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band 薩克風 他有一個年輕人 琉球的年輕人 來吹 他們吹曲子 他吹Charlie Parker 你們知道 那個Charlie Parker 吹爵士薩克風 很有名的嗎 哇塞 他吹那個Charlie Parker的曲子 順得要命 你跟Charlie Parker完全一樣 嗯 我說他怎麼練啊 吹那麼好 他說 他就是把一張Charlie Parker的CD 對啊 從第一首練到最後一首 他就只練那張CD 對 所以Charlie Parker裡面的東西 每一個音怎麼樣 他說學 學的完全一樣 對 可是離開那一張 他就不行 真的喔 有那麼糟糕 但是 他也不知道人家Charlie Parker 那個急性 急性是怎麼走的 對對對 因為是急性 急性是這樣子沒錯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吹 可是他會學的非常像 對 我聽懂了 對 但是這樣內學的很像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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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那要特別 那要閱理要懂 就拆啊 拆解啊 你可以 記下來你此練第一小結 你就練第一小結啊 或者第一劇啊 這個你練不好練三個月 對嗎 對嗎 要不懂 就跟我們臨摩一樣嗎 你用九公格來臨摩嘛 你可以甚至可以去量 用九公格量 他這點是在離這個線的幾公分處下筆的 你跟他一樣 你可以去靈啊 你可以用九公格 靈的非常像 不管九公格了 九公格裡面還可以分三三三三三格嘛 對 一公還可以分三九九九九格嘛 對 對 你可以這樣這樣子啊 你可以寫的完全跟他一樣 問題是沒有沒有沒有用啊 對 這樣 這樣 你懂 所以這種東西是教學徒的 最近看別人在介紹 文藝復興時期 你看藍基羅那些人 為什麼可以畫那個教堂的壁畫那麼大 他很簡單啊 他主題由教會定 他就找幾個學徒 他們用的方法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用分格的方法 知道嗎 他你看藍基羅自己畫一個 然後分好格 這個學徒你負責這一格 這個學徒你負責那格 你不要管什麼 你只要照我格上面的比例往那個上面前 就好了 主要人物是由他 由他他來畫 畫完他再稍微修修修一下 就這樣子啊 那個時候教學徒就這樣子 什麼原因要這樣子 因為他接了一筆生意他要快啊 他不能花三年三年六個月或者說 教一個學生出來沒用啊 他要同時有十個學徒 那我懂 這就是武術裡面教打 教教打手就是這樣教 啊 教打手就這樣教教 工工人就是這樣教 你在生產線你就管 你就管這個 就把你這一段做好 你做到非常快非常快 你做的這個東西在整個整個機器裡面 是屬於什麼功能哪個部位 你不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不知道 你是一個熟練工 是不是 可是沒有 可是 離開這個就沒有用 所以要了解我們學東西啊 跟這個老師教你東西 他是把你當做什麼來教 要搞清楚的 好 好 好 人家這樣教你是把你當當做什麼教 那我們自己學東西 我是要學什麼 你說我就是我吹三十分鐘 我就是要吹個爽啊 所以我就那樣子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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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一首歌 模仿到很好我吹的爽啊 也也可以啊 我又不是要玩職職業的 是不是這樣子 也可以啊 不是說那樣錯 但是你要清楚 你要清楚 你要清楚 你在學學什麼 他能夠那個吹 等他一樣的 應該就他的能力不錯吧 可是問題是 人家Charlie Parker不會每次吹都一樣 哈哈哈哈 這樣我懂 他們自己也不接受 吹的今天吹的跟昨天一樣啊 他們自己不接受 這就是藝術家跟工匠的差別 畫家不能夠接受我今年畫的風格 還跟去年是一樣啊 可是商業畫家就非要一樣啊 經紀人說你這幅畫你這個東西 市場接受度很高 你就一直畫這個 就這樣子 啊 所以我們學東西 你也要注意 所以你們在練核心的東西 就不要問 不要問那個 最喜歡問 後面的東西 你把一練好 把核心的東西練好 後面的東西自然發發發生 自然發生 你問都不要問 你的問題就沒有了 對 在那邊人家問的時候 你們也看過在那裡 那是想出來的問題嗎 他不是真正的問 問問問題 好 再練練看吧 那是想要再練習 很快 那是想要再練習